据央视4月7日报道 5日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介绍 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周边例行训练 此事引发了日本和美国方面高度关注 日本防卫省称 海上自卫队于3日上午 发现包括辽宁舰在内的6艘中国海军舰艇 穿过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 进入西太平洋 防卫省还通告称 除了辽宁舰 另外5艘军舰 分别是055型驱逐舰南昌舰 052D型驱逐舰成都舰和太原舰 054A型护卫舰黄刚舰 和被称为航母奶妈的091型 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 防卫省还称 这是中国航母时隔近一年后 再次航金光谷海峡使出第一岛链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为辽宁舰护航的舰艇来自不同战区 这也是南昌舰入列后 首次参与航母护航任务 也是中国航母编队 首次达到奇装满园状态 日本独卖新闻在报道中指出 日本政府认为中国航母 正在强化在远海的部署行动 目的是进入远海 进行更贴合实战的训练 美国大众科学网站则称 南昌舰上的导弹垂直发射管数量 超过了美海军现役主力舰体 阿利伯克级宙斯顿驱逐舰 对于中国航母编队远航训练 中国海军曾介绍 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区机动 航金公国海峡等开展训练 这是年度计划内的例行性安排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